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定通知我 欣欣恭喜啊 当妈妈啦 不论你的生命如何被见 你要面对它 生活它 不要躲避它 更别用恶言咒骂它 它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好 那样坏 大地的表面是温柔的 人走过之后会留下足迹 同样的是 心灵的形成也会留下足迹 你吃饭了吗 吃了啊 你呢 没 我也想吃点好了 你别吃了 赶紧 你看你这胖子这样 陆总早 陆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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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回来了 应该是没什么事的 你傻呀 陆总一直都是曹总身边的左膀右臂 我估计啊 他俩曾经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即便是没事 那也是有事 那倒是 我再估计啊 他今年是来提出离职的 什么啊 你想想啊 发生了这种事 陆总在公司肯定是待不下去了 那就别等人离开了 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 那倒是体面一些 也是 之前啊 让你居家办公 其实呢 一定意义上 也是为了保护陆总 毕竟曹达出了这样的事 而你又是处在事情的漩涡中心 我们也是担心在没有结果之前 公司难免会有一些闲言碎语 影响了你的心态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也证明了陆总的原则行事很强的 董事会 对您的工作能力也是非常认可的 所以一致决定 由陆总您接手曹达的位置 升任重兴商务公司总经理 晚上有事吗 要不要出来坐坐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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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爸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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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时间长了吧 这个酒加了冰之后才好喝 你喝了酒了 就不能开车了呀 我们酒醒了再走 这就是你 对不起 干吗要说对不起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就随便说说吧 这两天我处理了一点事 我知道 你知道 碰巧知道的 果然是 坏事传千里 那你既然知道是坏事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一种了结 我知道你们大家都不太支持我 也不太理解 既然知道这种决策 如果要这么大的风险 那你还要 那你还要 嗯 这种决策的事没有那么重要呀 拥有金钱 并不能让我获得真正的满足 而且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我自己很可悲 你懂吗 这次她遇到困难 找我帮忙 我竟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如是重负你 该怎么说了呢 怎么形容的就是那种 我和她从此以后 永远两不相见了 莫总 她的孩子出生了 是 这两天我接到了好多 电话的祝福呀 微信的祝福 都是恭喜我的 安心 怎么说呢 原来没有微信的时代 大家都是在用短信在沟通 但自从有了微信以后 短信好像就是用来接收验证码的 不过 原来短信给大家的沟通带来很多的方便 但既然现在不实用了 它过去了 就让它过去吧 那 那 那微信允许短信收验证码吗 那要看什么情况了 不可避免的 主要是微信不敢造次 不过我相信 微信很快 也会有接收验证码的功能 不过我相信 不过我相信 你也会有点子 然后跟着自己的小声 就想学一下 那些小声 就想学一下 不过我 不过我 就想学一下 那些小声 不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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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学一下 感谢观看